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追星刺骨之痛 大概不是言语能够形容的 譬如说 你把你的一辈子给了个良人 最后推你入火坑的是他 你要去当兵 要去做一些事 你把你的好朋友 你把你的女朋友 交给你的妈去照顾 你都还没退伍呢 他们两个就寄来了喜帖 OK 然后包括最受信任的 狮子辈 老师 律师 医师 好吧 法师吧 所有的这些 你能够想象 把孩子交到了学校 到最后 招大孩子的是老师 如果你把你的整个健康 交给了医生 结果最后不尽责的 如果是他 你把你的案子 你的身家性命 交给了律师 结果最后 他给你来个巫柔 你能够想象会是怎么样吗 有些人对我们台湾来讲 你信任法师 你就有很多事 化个一运吧 解个运吧 结果到最后 他在上下其手 胜货片财片色 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吗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你要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来告诉你 如果真的你碰到这些人 对 除了追星刺股之外 你到底还能怎么办 好来 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左边第一位 中山副一法医科主任高大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林毅YouTuber赖正凯 五哥好 大家好 信息分析专家穹文仁 五哥好 大家好 律师林鸿越 五哥好 大家好 好 我本来一开始讲说 对 知人知面不知心 然后接下来就 你觉得蓝白会合吗 没有 不是要 这不是我们的话题好不好 OK 我们的话题是要跟大家聊的是 说实话 真的 那个信任度 包括到最后被背叛 信任越高 背叛大概就越重 那种感觉 对不对 像这个我就讲 你能想像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 而且一般人都会担心 那个我的小孩 如果是个女孩 在学校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 四旬的女老师性侵小六男童 还怀孕生子 对 他爸妈疯了 他这个事件一开始爆发的时候 你光讲这剧情 在不了解新闻的情况下 你一定觉得这不就是我们男生群组里的迷片的剧情 怎么可能 但是你去细看 它是真实事件 OK 一个桃园的女老师 44岁我没有记错 她的外形 其实你再没发生事情的第一眼 你会觉得 就圆润嘛 那个我们这家花妈的发型 然后看起来就是好妈妈味道的一个老师 OK 她怀孕了 生下一个两岁的小孩 这也都很OK 但是这个小孩的爸爸是谁 他的学生小六男童 跟他发生关系生下来的 你能想象四十岁跟十二岁这个差距吗 对 然后这些过程中 其实男童他是有点被胁迫的 被硬拉的 因为在九次的这个发生关系中 有七次男童是跟着老师 他就说只要午休时间 老师叫他去休息室 他就知道要干嘛了 那就算没有发生 他也会用嘴巴跟手 在厕所哪些角落发生 这真的就是我们看的剧情 然后有两次他是有抗拒的 不行的 他不要的 但老师还是强迫他过去 发生完之后生下这个小孩 那这个事情怎么会爆发呢 怎么会被人知道呢 因为这个男童的爸爸 就觉得很奇怪 我儿子都小学毕业升到国二了 怎么跟这个小六的班导老师 这么密切 我们可能会一群朋友去见老师 但怎么老师都单独见面 一见一整天 甚至有时候说 我跟老师出去玩怎样的 这个行为已经不像是正常 毕业以后还一直这个样子 对 还维持两年 你说偶尔教师节 大家会去看老师或什么 如果一直是这样真的很怪 做爸爸的一定会问 当然了 就逼问之下就承认了 他是我女朋友 我已经有两个孙 或者爸炸掉 那是我女朋友 因为他已经认为说 我跟老师的关系 应该就是男女朋友 他的心态在后期被这样问的时候 他已经有转换成这样 OK 爸爸当然不能接受 就马上提告 那这个老师他现在是被判了 17年6个月 17年 对 目前 但可上诉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先不管老师了 重点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在那个妈妈群组什么的时候 我第一个炸锅 我想到我以前担心 你小孩多大 我女儿五岁 我小孩儿子两岁 还三岁 那就差不多 賴政凯 你儿子几岁 再一次 两三岁 两岁半 可上诉再去追 我女儿她现在越长越大 她头发越长 长得漂亮 腿很长 我就越看越不开心 因为我就觉得 哇这个18岁没意外 有了社交平台 那个拍张自拍照 战术一定是两三千的 一定会有很多男生在那边什么 我就会很担心 可是看完这个新闻 我儿子现在也要担心 虽然我现在长得像猴子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过去的这些调查 性侵性骚的案件中 18岁以下的 发生这个行为的 有6成9是熟人所为 再来一份资料 这些受害 这些加害者 他们不是挑 他们在自白或者是访问中有讲到 我不是挑最正最辣最帅的下手 我是挑最好下手最有机会的 OK 所以在这些过程中会有人跟你讲 女生回家要走在有监视器的地方 因为嫌犯不会躲在有监视器的下面 手上最好拿着雨伞 没有雨伞你把钥匙拿在手上 至少嫌犯发现这个不好下手 不要穿裙子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自己那个硕士论文是写 男性运动员在夜店烈夜行为探究 是吗 所以你对于穿着 对于所有这些 我在访问的时候其实我们 我们先讲男性运动员没有下药 我们是以搭讪的前提 访问完之后他们也说 他们会搭讪这个女生想去跟她要赖 不是挑整个夜店最辣最正的 是挑最好接近的 所以我现在对于小孩来说 我对我女儿就是 我要让她变成一个不好接近的女生 当然不是去瞪人干嘛 就是他们在公园玩的时候 小班中班大班 其实小孩男生不懂 那玩疯的时候会拍屁股干嘛 我有告诉我女儿 衣服遮住的地方 除了爸爸妈妈谁都不能碰 那她被拍屁股的时候 我女儿就会说不可以 她就很大声这样讲 那我就觉得OK 我的教育是OK 我就比个赞嘛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让她知道身体自主权 她可能可以跟你做朋友哥们 然后但我不会跟你勾肩搭背 身体接触我们会保持距离 你开黄枪我不要跟你嗆嗆 但是我也不会打枪 我要让你知道这是我的底线 那么男生就不会有一些 比较坏的男生有非分之想 那第二就是 现在其实你不能够避免 现在的一些平面媒体 或者是什么 看电视看看突然间 蹦出一个很辣的辣妹穿的很少 像李多辉在跳那个茶的广告 我女儿也会问她说 为什么这个姐姐穿这么少 我就会告诉她说 因为她现在是一个运动员 她是舞蹈拉拉队 她在跳舞 她展现她的身材 当然梅雨丑是每个人的见解 但爸爸觉得很健康很漂亮 就会陪她看完那一步 而不是说像有些可能 5秒就把她按掉 当然她是李多辉 所以陪她看完 如果是你平常看的 常跳出来的 就看 如果是男生就把她按掉 没有啦 就是还是会告诉她 就是让她慢慢去接触两性 男女的不同 OK 法医 这个好 第一个 这个女老師四十几岁 十二岁 当然我知道 十二岁的男孩 她只要开始发育了 她就有可能让她怀孕 或者什么这个 但是你四十几岁 对你的学生 十二岁的学生怎么吃得下去 可是 然后还怀孕 我更不理解的是 你为什么还要怀孕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说 为什么还要让她射精 就是要怎么说 射精到里面去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在想什么 当然小孩子大概在 国小四到五年级 十岁果幼 就会产生精从 OK 就可以射精 当然在非洲会更早 因为越热的地方 它成熟越快 所以大概六七岁就会有了 台湾就是 所以你看你孩子 大概都在小四 小五就月经来了 就表示可以怀孕了 所以应该是 我认为这个也不 应该也不算恋同屁 但是真的是让人家毁一首尸 你还让他射精 射到你里面去 这到底在想什么 还怀孕下来 还生下来 对啊 听说他跟他火焦 这个男孩子也是 怎么那么成熟 小孩子不懂 对 应该是这样 我说起来是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种快感的程度 可能会造成扭曲了 对他将来 性的观感可能会扭曲了 所以这个老师到最后 一定要去做精神矫正 所以我认为这个老师 你觉得他需要有在心理矫正这一块吗 那当然日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模拟的条件 OK 可是这里头有人讲说是 社会版的模拟的条件 可是这个男孩 第一个 刚刚法医有讲说 对这个老师来讲 他需要有心理某种程度的一些 对资商跟矫正吗 第二个 对这个孩子来讲 刚才正开始讲 他到最后已经跟他爸讲说 这是我女朋友 这算另外一种程度的 斯德哥尔摩症吗 我觉得可以算是 这个小孩子他今天 他竟然说这个老师是他女朋友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受害者 他去认同了那个加害者 那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意思 就是这个受害者 因为他心里有冲击 然后他自己心里的深处 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正常的 是不对的 可是这种感觉实在是 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他必须借由 认同的这个加害者 来让他自己的心情舒服一点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归奈于他 但是我一定要讲的是 我也不认为这一定是恋同品 我认为他有可能 就是是一种职权的骚扰 因为刚刚主持人一破题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社会上对所谓的权威人士 老师 律师 医师 心理师 可能我们社会都赋予他们一个 就是说他们是比较有学问 或者是能够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正义的人 我们大概就会先给他们贴这样子的标签 所以我们对他们是比较不设防的 可是这些人因为他们就是具备某种能力的人 所以他要对你好 他要教你的时候是做得到的 可是他要害你的时候 他会比别人更容易 这是因为刚刚就是这个 郑凯讲的 郑凯讲的 好下手 因为你对他不设防 他就会很好下手 那我自己有一个经验 因为讲到今天这个故事 我就想叫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跟隔壁班的女同学 因为我们会一起放学 感情蛮好的 那个隔壁班的四年级的这个女同学 她是班上的第一名喔 但他们班的那个班导师是个男老师 那个男老师是有名的严厉 而且他碰到那个皮的男学生 是皱得很凶的 我们那个年代是可以的 有有有有 我们那个年代可以想象 对对对 但是他对这个女生是爱护有加 大家是看得出来 因为他也是班上的第一名很乖的学生 可是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走回家的时候 那个女生我朋友就跟我说 他觉得很怪 因为老师有的时候太爱护他了 就还会把手伸进他的衣服里 甚至去拉他的内衣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说 因为太小了 其实只觉得说不舒服 但是不小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那我就记得我有问她说 你有没有跟你妈妈讲 她说其实有提过啦 但是妈妈就跟她说 我想老师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利的事吧 是喔 对妈妈觉得说她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然后或者是会跟小孩子说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就是为什么家长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上 对于性这件事情 其实是比较避讳的 因为避讳的关系 其实人很自然 常常就会把这件事坏事的发生 先去归咎于那个受害者 比如说你的衣着什么那种情况 这个是社会还蛮常见的现象 但是为什么家长 甚至小孩子在跟她讲的时候 家长会马上的回避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如果这个家长 第一他觉得这件事情 他不知如何处理 如果发生了他会很惊吓 他不知如何处理 他很可能就会先忽悠过去 他就先说是不是你想多了 或者是他只是帮你开玩笑 很简单吧 第一个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第二个如果要是讲出来以后 甚或有些人在那个年代会觉得 对自己家会被有辱门风 或是什么这些 那个年代有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 即使在这个年代 我觉得还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虽然爆出来 我们觉得好诡异 可是其实在男老师跟女学生的故事里 我们却这辈子听过很多次 对不对 但彭月 这个判得不轻 不轻 法院他是用 OK 对未满14岁的男子性交7次 强制性交2次 合并17年6个月 虽然这个案子当然可以上注 可是这个整个判好 第一个这个判不轻 好 但是你说发生这种事情 百分之应该要重判 另外一个是 那个孩子呢 他们还生了一个两岁的小孩 对 如果他真的 那这个孩子 如果他真的去坐牢 那这个孩子就是那个12岁 现在是14岁吧 国二 这个14岁国二的孩子要养啊 对 就是这个是好问题 因为大家都在关心说 这个女狼师性侵这个小男童 但是很少人去care说 这个小朋友怎么办 对啊 小孩带小孩 那就照我们的经验来讲 如果说这个女狼师 要去入肩服刑的时候 大概都会被问一下说 你还没有未成年小孩啊 几岁啊 他说有未成年小孩一个 就是两岁 那还没有其他人可以抚养啊 没有 那他爸爸呢 他爸爸也未成年 他爸爸也未成年 那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会先通知社会举例 那当然法律上是规定说 这个国中生他是可以 经由妈妈的要求 来认领这个小孩啦 但是我认为说 因为他在坐牢 他可能也不会主动去做 要求这个小孩子认领的工作 那国中生的家长呢 我第一次说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爸爸妈妈会变成什么 他的爸爸妈妈会变成抚养义务人 就法律上顺慰是说 爷爷奶奶 那甚至说这个小男孩 如果说他还是把这个小孩子的户口 抱在他们家的时候 他的家的这个家的家长 也会变成抚养义务人 所以其实说真的 这个小孩子 当然国家知道这个是一个悲剧 但是不会放任这个未成年人 让他这个小baby到处 让人球丢来丢去 还是会安排一个 适当的这个单位去接受他 OK 因为你以前看电影 你会看过说 就是如果要是一个女受刑人 假设都没有人可以养那个小孩 对 那就是 那就是我们国家就是有相关的 以前啦 你看电影里面好像叫带子 带子 就是把小孩带去然后去抚养或什么 对 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相关机构 会照顾或什么这些 但法医 刚才讲到那个小孩那个心态 我们讲说斯德哥尔摩尊后群 然后包括因为他就讲说那是他女朋友嘛 那现在爸爸妈妈你们跑去告我女朋友 这小孩心里会不会 你知道人有时候就很奇怪 那是我女朋友你们怎么会去告他这些 你自己处理过的一些案子 有没有类似像这种 结果后来搞到变成人论悲剧 我们大概看过 大概都是已经打死才送来了 只是说 到你这 对 只是说有一件我是觉得很特殊 是因为一个哥哥抚养他的弟弟 就不是抚养 就是爸爸妈妈找事说 兄弟也想又一遍 而且年龄又差很大 差了二十几岁 兄弟啊 兄弟差二十岁 爸爸就过世 可是那个有一天 就有人报警说他被人家 被人家打在海产店 逛打死了 我想说他就维翁致死 这些社会事件常有 喝酒就打了 对 但是还是要去验 去验的时候就觉得 那怎么会打得那么惨 听说是死的人打一个 他都没有回首 我们就觉得说你酒醉打架 应该会打就打去 对 很多人骨验你打的 是啊 对 所以就 警察官就说 哥哥不你再打看看 九一解放他 他也没喝酒也没有吃东西 然后就被打死了 对 都没吃 没喝就卿打死了 我说这才 这个怎么会是酒后 对不对 酒后乱性 不是啊 什么这些 我才去找 因为刚好找到一个椅子 那个椅子 我以前还在那边 不是那个盐椅 盐椅子 他拆掉 就江湖七大武器之手 这刚好就凹陷下去 就死掉了 他去椅子侧 有踩到一个手掌指纹 掌纹都有踩到 刚好是一个通缉犯 那个通缉犯就叫来 说这是你做的吗 他说不是 可是老板看就知道是你嘛 他一样就立了 他就说没有啦 不是我不是我 但是政绩切凿嘛 就是你爬了 没有办法 他第一次他请律师帮他辯護 就已经判伤害致死 好像判了15年了 伤害致死 对 判15年 伤害致死怎么会判那么重 一定是用杀人 到时候一定就要杀人了 他就自己害怕 像说我怕死我 他就说没有啦 我是这种拜託的 就是说别人委托他去 所以是故意要打的啊 对 是不小心打死的 所以要教训他 对 都说不小心 结果就说是人教授 结果说出来 原来是这个死者的弟弟 差了24岁 死者的弟弟叫这个通缉犯 来打他哥哥 但只是不小心把他打死 说都是不小心 对 说都是这样说啦 后来就当然去找弟弟嘛 弟弟不见了 就失踪了 后来去找 在哪里找到你知道吗 在他泰泰 就是死者的泰泰 是他大嫂子的娘家 找到这个小孩子 这个弟弟 也不是小孩子 16岁了 就找他弟弟 我就想说奇怪 你怎么会有利害的 可以去闭去 你找到他 他打抗头厨 因为你没说 你帮人家 你跟教授你怎么会去闭去 对啊 而且算是说 他嫂子他们应该恨死他啦 对啊 打死他先生 然后就搞好就找到他 就带过来以后 当然他要找他 因为他等于逆场嫌犯嘛 我场嫌犯 他少少的来 才是他怀孕 你不要告诉我 对 他怀孕这个小孩 对 就是他的小孩 是他弟弟的小孩 对 就是他弟弟的小孩 好 恨不 好 我们人家会惊起 而且他还当面承认 他一直开电宿 他还当面说 这我就跟怀孕他们 对 是啊 因为他被他哥哥发现 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 不解决不行 是这样下去的 所以我是说 所以我刚才有一个 案件很简单的时间 因为他没有吃米 也没有喝酒 你说维尔就不行 不算杜尔也对吗 这样不够成 当外面就会打的 后来也不是并桌 就是一开始一起来的 那会说到毁杀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剖的时候 看到一些案件 如果你讲得不对 行人就跑掉了 不理你说不行 我不管了 因为刚刚法医讲到那个 我没想到背后竟然是 这么曲折离奇的 这算情杀的案件 对 这也算对 只是说因为他这个也差很 年龄差很大 而且又是他哥哥因为照顾他 才晚婚 而且晚婚结婚的时候 他这个嫂子 小他哥哥12岁 两个都差 所以他弟弟16岁 他哥哥可能30几块40 他嫂子可能20几 对 对 28大概左右这样子 OK 所以我观众也看到 怎么会做到这种程度 OK 12岁而已 后来也没有判什么重刑 16岁 你还不满18那个时候 好像受感化还是什么 可是法医刚才讲的这个过程 当然为什么应该讲说伤害致死 我就会讲说应该不是伤害致死 杀人 对 为什么 可是法医刚刚讲一个重点 如果像法医他们如果要是验这些的话 假设不是真的稍有疏失的话 可能真的那个 第一个犯人就跑掉了 第二个那个重罪轻罪 彭月 伤害致死 如果真的这个通缉犯 真的被用一个伤害致死 跟后来法医发现的 这整个故事 那应该算是故意杀人 差很多嘛 这两个天差地别 天差地别 从他的动机就知道 他动机如果是要伤害他的身体 跟他预谋 让他还讲后来还说谎 说是怎么合作 或是喝酒 造成纠纷 其实这个很简单 判断出他有杀人的动机 所以法医他们这个很厉害 就是一验出来发现说 没有吃东西 没有喝酒 那证明 尸体不会说谎嘛 对嘛 那一定是酒憨而热 是会有人觉得那道菜 为什么点得这么辣 大家都可以打起来的那种 那才有可能是这样啊 就算吐光 他血液里面 还是都是有酒精的重度 所以不可能 这一切都可以打起来 对 郭政凯一般来讲 对 我为什么从一开始 包括文人也讲说 社会上对于那个狮子贝 对于有很多人 或是有一些你既定印象 都会觉得说 这些人的title就表示 他某种程度 应该有那样的地位 他不会是个坏人 他不会是什么和蔼可亲 但你怕的就是有人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title 然后就是拿这个来作怪 对 就会让你觉得说 难以想像 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你不会把他想到 他是坏人的那一篇 这个故事是一个法师告诉我的 但法师没事 他的委托人是一个老师 这起案件是这个老师 他在教身障学生 身心障碍的学生 其中班上的一位女同学 遭人多次性侵 但因为班导师他有连带关系 所以法官调查 他都被牵连其中 那你要知道老师他很怕 出了点插出他铁饭碗就没了 所以他才说 就是律师也请了 但想说法师也来帮忙 阴阳都来调节一下 他找这个法师去打一个叫做 打承官服的符咒 一个法术 简单来说就是在官司的纷争当中 可以请报 报信天或者是 承皇爷来主持公道 不要让他被误判 但在这过程中 我这法师朋友就开始问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看起来就是 你走到路上就感觉他就是这个老师 穿着衬衫 扎进衣服里面戴着眼镜这样 在过程中他越讲越不对 他就觉得说 这怎么听起来都不太像 他就开始一直问问到最后这老师承认 是他性侵的同学 他不是 就是他本人 就是他自己性侵的女同学 但是他说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们是师生恋 我们是合议怎样怎样 但他因为未成年 所以他就是这样讲 但现在就麻烦了 因为已经接了这个案子 老师他说我愿意出10万 帮我做这个法会 我这法师朋友就开始想 我今天不接 他也会找别的老师做 别的法师做 这个法术在法师界还说是一定有用的 所以到时候别人做他真的逃掉了 他良心也不安 所以这个法师为什么不具名是 他接了 但他不做法会 然后10万块捐给这个身心障碍学校 他就用这种方式 一切交由天来处理 目前这个案件还在处理当中 但郑凯 你刚刚讲法师这一段 可是有时候法师准 准到让你觉得怪会不会 对 他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法师了 他是在中部的一个法师 他在当地在那个年代很久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出身没 然后他当时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业界小有名气 然后为人就是留这个油头 然后很客气逢人就递名片 怎样怎样 他爬得很快 他算事也很准 他甚至已经不再帮人问事 他已经变成了一些名代 或地方人事的军师了 他就帮这些人算就好了 看风水 不用 他就不用再去帮忙接杆子 顺风顺水就买了房子 娶了老婆干嘛的 车子也有两辆 但是有一些法师在聚会 像选举 慎选的时候 他也会在旁边 就觉得他有些准到太扯 例如说高老师 你可能要注意下个月的身体状况 就怎样怎样的 这个还可以解释 他直接就跟这个旁边的明代说 有小偷在偷你的车子 那个年代没有监视器 正在偷你的车子 你也没有手机可以什么的 然后那个明代觉得怎么可能 就叫旁边的人去看一下 真的有小偷在偷他车子 然后别的法师在旁边听到就觉得 哇 这太扯了 这比3C商品还 是 如果照这个剧情安排 我根本就觉得这是法师教人 对 然后我告诉你 行也是我 鬼也是我 对 如果这样解释那就合理 可是其实别的法师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 能够这么神准 而且在每次常常看到他会往后仰 好像在听桌子下面有人在讲话 他们第一直觉就是 应该是仰小鬼 对 仰小鬼 他才可以算到这么近的事情 那后来这个法师他并不好 他后来老婆也是流产几次 后来精神打击太大 轻生 这个法师最后被发现 也是孤独死在家里 大家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好 这么正派的老师 只是算了准了一点就变这样 后续才开始有人发现 他的小鬼从哪来你知道吗 在村庄里面有一个法术室 他可以知道这户人家谁怀孕了 他在你门口烧一个符 然后你跨过去时你就可能流产 你流产之后我再过来 说我帮你免费处理英灵 你不要难过 就把这个英灵练回去当小鬼 后来大家还觉得真的很 我现在讲到奇迹比克 怎么会这么狠 他用这种方式练了几个小鬼 后来有人就讲 小鬼的数量跟他两个流产的 加他家老婆的数量是差不多的 对 这个故事那时候是 另外一个法师跟我说的 对那我听完就觉得 我后来把他写在书里面 朋友请问一下 你有碰到当事人来 刚才那个郑凯讲那个叫打成官服 你有当事人来是跟你讲说 是神明指示要来找你或什么 你有碰过这种吗 我碰过两三次确实是有 两三次之后 他有拿到我的名片 因为我有时候去做义务咨询的时候 我会放名片 他拿到我名片他搜集好几张 譬如说谢律师啊谁谁谁 他就去法院那边 他把名片说 林律师这就是你本人吗 我说是啊 奇怪 我的名片上面怎么好像还有香灰的感觉 原来就是把所有律师都摆在桌 摆在那个声明前面 然后拌杯看是哪一个可以这样 他也有拿来的时候他是用金刀 这是真的 金刀然后呢 金刀上面就写我的名字 我看到就想 喔 吓一套 这样会不会有点恐怖啊 我当时恍神说 我是不是已经恍神了 没有吧 我怎么会看到这个金刀 上面真的写我的名字 那当然我们压力很大 就是说他是善意说 聘请这位律师可能会比较胜诉 但事实上我们还是要持平而论说 到底证据是怎么样嘛 他甚至还要求说 林律师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回去那个庙那边 跟那个同意你的那个神明 沟通一下 看看是不是你们对案情有所帮助 我实在很难拒绝 当然回去就是善意的说 谢谢你的指示 但是本案还是要看证据 当然 到哪里怎么办 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 本案到最后付钱的时候麻烦用新台币 是是是 你不要把金刀 他就把金刀拿来 对 那个林彭月子不会接受的好不好 可是这种我们刚刚聊到这些 就是讲知人之面不知意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不是告诉你这个社会坏成这样 可是包括从小孩 包括自己你说在社会行走的时候 还是要有那样一个戒心 反正你们看了这么多一些案子 那种看起来就刚刚讲 那看起来是好人善良无害那种 可是坏到骨骑这种 这种案子应该很多 有 我上次不是碰到一件 现在已经不可能有 因为以前有那个公私保 有没有 就公司可以保险 哪里都可以保险 对 所以你死的话公司是可以受益的 对 现在好像不行 没有 除非你在公司是有特殊的一些阶级 或是什么跟公司有特殊利益 那时候才可以 要不然一般是不是能保 他这个也是 就是他专门看报纸 就是退休人员50到60时间 然后每个月是5万 那时候5万很多 很多 而且你去是没有工作 就在那边接电话而已 接电话看报纸 他就专门录用无亲无故的人 OK 刚好这个老师退休的 因为他的小孩子 都送到美国去了 所以他只有一个人在这里 太太也过世了 所以他就应征 应征你说就拿到5万 哪里想到工作不到一个礼拜 就派他到大陆去出差 结果他一出差 隔一天就死在一个 老旧的一个房子里 被人家开枪打死 那多门 在大陆我们不可以把整个人送回来 一定要烧掉 但是他就写 就是他杀 因为枪伤什么 会写 当然这个就变成一种意外的 还是可以领保险金 也蛮多的他 他保了我记得好像是3000多万 3600万 只有这样保3600万 意外死亡出去 什么平安旅行什么一大堆 旅行病安血 加到3千多万 要到4千万 因为在外国发生的 当主席刚才这个人死去之后 他儿子从美国回来 他爸怎么会拘捕 他很久都没有跟他爸 大概二三十年都没有联络 他就想说我爸怎么会这样 就问起来才知道说 他说在这公司做工作结果出差 全家闭上大室 都送回来 他这拿来问我 怎么会这个事情很奇怪 他有照片 他说怎么去找到凶手 那时候他是要找到凶手 我说我怎么可能帮你找 因为你在大陆不是台湾 你如果台湾还有可能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你爸怎么会这么奇怪 去应征这个很奇怪的公司 后来他那时候差不多快10月来了 然后我们就问 结果简单说 我们不要听这个事情 哪有这种公司这样 去出差也出事情 刚才主席刚才进行公司去接的 还有一个派去福利宾 也死去福利宾 这家公司派出去的都会死 也不是每一个就是 随机死 就是大概三 四个月就已经 很厉害 都是这家公司 对 这一定有鬼 再找回原来三月也有一件 死在美甸 也是这家公司 也是 当然很多人就觉得这一定有问题 哪有这么奇怪的公司 一间公司都没有做工作 只有保险机一年一页 真正的事情 那时候我去查一下 像公司这样都没有做工作 也没有营业什么都没有 光保险机是收入一年一页 两个夫妇在经营 就一对夫妇在经营 然后就去查 结果官也很厉害 那个时候那个人也很认真 他怎么查你知道 他就查说这个人出国 比如说他派去中国嘛 去广州嘛 就查他们两个看早一到 他们两个就进入香港 他们那对夫妻 对 夫妻 他们不会直接跟着去中国 中国 他们就去香港 然后转金 广州 然后可能就是 买凶杀人 对 凶杀的时候都要一个带路人 这很重要 跟刘邦选安一样 刘邦选安就是那个带路人 被他认出来 他才把九个人全部杀了嘛 这是我的观念 当然不一定对 基本 用人不需要杀这么多人 对 就杀一个就好 就杀刘邦选就好了嘛 你实际上 就是他刚才带路要去说 这个就是地方 因为他们里面都有堂兄弟什么 有的没的 秘书还有 对 还有秘书那个议员 对 你全部派去 都不知道在做了嘛 所以一定要有带路人 所以就带他去 可能去用人带来说 你不是那个什么人 他才说啊 是啊 整个带 不然怎么会杀到九哥 对 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 一个买凶子有买九哥就要去死人 九哥也好 六千万就要去死人 这个安静也是一样 因为一定要带路嘛 所以这个检察官也觉得说 这个一定要带路 不然就去抓到他对香港进去 隔天他对香港进去 隔天他就死人了 然后再找二业那个也是啊 他也是菲律宾在菲律宾死掉 他也是从泰国进去 然后到菲律宾 对 都慢一天 就是他一出国隔一天他就死了 再隔一天就死了 都同样的情况 然后抓到但是 政绩还是不是很充足 对 他一定不承认 巧合啊 是 哪有个读啊 我怎么知道 我就是巧合 我就是想到那个地方 是啊 我也不知道查得如何 因为后来 他们后来这个公司就收了 就跑掉了 两个就跑到 好像跑到国外去了 跑到美国去了 后来那个包括公司可以帮员工 就没有了 就为了这样 还有那个小姐也是对 就是为了这些事情 因为我如果怕了 我不是跟刚才这间公司 听说大概好几公司都是这样 现在是卖基关 以前不是以前是 以前整个干掉 就整个干掉 OK 投保 但是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段 我认为你说那条件好不好 退休 接个电话 什么事都不用做 而且那个年代 如果照法医讲的话 那离现在还蛮久了 对 差不多民估80年左右 对 5万 一定有很多人心中 他就选那个无亲无故的 好 那文仁一般人要怎么防这个 我觉得郑凯一开始就说的 还蛮清楚的 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 好被人下手的对象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因为你看无亲无故嘛 然后再加上对方给你那个诱惑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想 我们是何德何能 可以拿那么多的薪水 对 对 那这么好康的事情 怎么会平白地掉到我自己身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一句话 叫做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盗 因为明明你没那个材料 你没那个材料 可是人家给你这么多的钱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有一个直觉说 这个中间必有诈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 不要太快答应这种事情 对 你会发现那些要说服你 特别是要骗你的人 他通常就是用很大的利益 然后他会很紧张地催促你答应 让你没有思考也没有跟别人商量 或看电视的机会 这个时候你又是非亲非故 无人商量的时候 特别容易就被人家干掉 OK 我懂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要谈合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个人跟别人关在房间里面 对 一定要两个政党一起谈 对 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好不好 对 我不要回到这个话题来 别人拿这个利益来跟你讲 他们通常都会说这个机会 机会错过不再来 我跟你讲 对了这个车没有那个店 对对对 外面有一堆人在排好不好 没关系 大哥你也不要急好不好 那我觉得你可能也不适合我们公司 无所谓无所谓 反正我们后面很多人好不好 来 再一个 来来来来 是 对 这通常就给你造成某种心理压力 对对对 让你在昏溃的情况之下 答应别人不合理的要求 OK 那可是任凯 我们刚刚前面讲一天 都叫你要防这些人 但有很多时候人真的好心的事 也不能叫大家不要做好事 可是有时候你做了好心 比如说好心叫日子 然后你碰到白眼狼或什么 你就真的很惨 不是吗 对 就是说其实我们还不是 不是要去让他看完这集之后 对人心失去信 对对 当然 对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你要建立起 不能因为这个人的好坏 就忘了他的内在 你也得防范起来怕他侵犯你嘛 这集事件他直接讲这个过程 是一名叫李银达 理性凶险 他那时候19岁 拿着一把水果刀 他就把他养了16年的阿嬷 捅了22刀 你会觉得是不是阿嬷虐待他 还是阿嬷怎么样 没有 这阿嬷还不是他的亲生阿嬷 是邻居阿嬷 没有任何的报酬 养了他16年 就因为他要钱要不到 他就拿刀子捅了他阿嬷22刀 拿走他阿嬷放在柜子里面的11万 他犯下这个罪行的第一件事情 是做什么 他跑去了林森北做色情按摩 找小姐 可能他觉得他忙完了 要丧姐我不知道 结束之后再拿着这个钱 坐计程车跑到花莲去 找网咖 找他的网友要打网咖 打网咖前他很懂享受 先去买严书机 就在严书机探得被抓到的 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 这个过程你会听到就令人罚指 我再讲一下他的背景 这个小男童在三岁的时候 是妈妈因为要请邻居的阿嬷雇 给他保母费 可是后来付不出来了 他妈妈就不要了 阿嬷也心软 就把他无意的养了16年 阿嬷的家人三个儿子 也很照顾这个弟弟 甚至他到后期 一开始网路成瘾要钱的时候 阿嬷不给 他其中的三个儿子还说 那你来我塑胶工厂 我当你学徒 你来当学徒 我帮你包养包住 所以大家整个家人 是非常照顾他的 可是只要他要不到钱 他就开始威胁说 那我去当街友 我就在外面睡公园 阿嬷就心软 就一直给他钱给他钱 可能在这种过程中 就一直埋下一些不好的种子 最后幻化成他就是 已经笃定要11万 他就带了水果刀 犯下这件事情 但你说回到我们 今天的主题来讲 这个人长得是不是 22刀11万 他是不是长得很像 郑杰那种三百眼 还是什么拱从安 王景云 那种割喉的那种 对着镜头会一抹冷笑 没有 我看过他的照片 他就是一个戴着长方形眼镜 不抓头发 其实他的穿着那种松口的 衣服 T-shirt都松掉那种 真的就像是一个 沉迷于往他的宅男 所以你会很难相信说 这个宅男坐你旁边 他包了6小时 但他前一件事情是拿着刀 捅了他阿嬷16年来 对 然后他就只是为了这样 手上握着滑鼠 其实是握水果刀 你都无法想象这两个人是重叠的 OK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 对小孩子的溺爱 他一开始你买什么 我就给你买什么 到最后你要的 我不给你就惨了 我们以前也碰到 我们以前碰到 那个是比较好笑的 就是他就去医院 他待在死在医院 他就去医院 要把尸体抢回家 就是火葬 因为医院说 我们不开始完诊断数给你 因为你这个你大概死得很奇怪 因为大概是脂肪酸塞 才48岁 是个跳钢管的女郎 40倍的在跳钢管 又A 又大口大口 又是A Cup 又是回机场 你有什么歧视吗 没有 我是说你要跳这种东西 这种职业 身体要符合这个职业 你不能说 你是基于这样子 对 你不能说你这样你怎么跳 感觉都没出味 这有什么东西看对吗 你开支也有目的啊对吗 他就是生意越来越不好 就是收率也不好 结果他就去洗头 常常去洗头 因为要装得漂亮一点嘛 洗头就很多八卦嘛 那个人洗澡老板上 都说得很一堆 就问他你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 我就在跳钢管 他说 你这个在跳钢管 是怎么啦 他说 没有葡萄楼 我就跳很久了 他说 我跟你说 我们楼上有一个医生 很厉害的 他有时候把你的大手 膀 膀 膀的脂肪 都抽起来 灌到你的胸部 可以隆胸 又可以减肥 这一级两得 而且不贵 我给你介绍他 你可以去做 他就真的去 他说 隔天就一大早就忙去了 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出来 抽脂减肥再加上溶乳 有时候不是很成功 就说因为他溶乳的胸部 只有多两个胸部 不敢用太多 因为太多会产生问题 所以如果A胸部可以做到C 可是这个女孩子就很贪心 他做到E 然后这个医生也想说 好 插衣 既然他要求我来给你做 因为已经没有什么经验 就开始给他抽了 因为糖尿太多 灌得太多就造成血管破裂 那个子蚊就被吸到血管里面去了 他做到中午结束回家 下午2点就产生呼吸困难了 因为就产生子蚊酸塞 就穿不下来 就上去我们医院 然后就送在中山 在大理 他在大理出刺勤就送到中山 中山那个医生也很厉害 他一看 你怎么穿到这样 你是有肥肌 他说没有 我今天没中很殘酷 你中山他说不知道 刚才走X光才知道 整个胃都没有空气了 就已经不能呼吸了 就问他干啥都不讲 到最后逼他 他才说 我就去做农乳 抽籽农乳 那医生就知道说出事了 就不敢给他开始完成 因为就撞起来 救不起来 太快了 就不敢给他开始完成 他先生就也不知道 去听到这个消息 因为先生很可愛 他第一个要怕怎么知道 他说我找到那个医生 可是医生说 你要背我 他不是说他胃的死如何 他不是 他是要赐而已 所以我说这个 我们以前就流行五个 人生五大乐事 你知道吗 金榜提名史 农乙发出来 他像玉姑之酒汉风干 一个老人得子史 结果后来我们才发现 不是 因为我们验DNA以后 老人有时候 我大概有七成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这个老人得子已经 不是五大乐事了 对 所以现在就换成中脸上蚀史了 我们就笑说就是这个骄害的 他就很高兴 他跑去找那个医生 那医生很厉害 他也知道说 出事了 他马上找一个律师来 跟他打 就是和解 就打和解 然后就给他450万 他说 他先生听了450万 好 完结 我怎么还有这个假设不错 那时候他那时候 20个年前也很好谈 快签了 他就快签你知道吗 签了他就不要告这个 他就不告这个医生 他说我已经签了 没有办法 就要把大体带回家 可是医院就认为说 你这个明明就有问题 死的怎么才能带回家 就通知我们 就解剖 解剖就知道了 而且还发现说 原来是龙乳所造成死亡 然后检查院就说 你这样我们要做什么 你如果告他还怎样 我们来处理 以你他债的收入什么算 你算活到68岁 70岁 你可以得到780万 你才拿450算干什么 他既然怎么讲 他就转身对那个医生说 来 还要230万 真的啊 我给你讨论 这想钱想风 如果水准真的很低到 你会觉得说 真的水凸有够假的 谁会说 我要去找一下 对 我就想 对 你想想看这怎么会是 然后老婆丧命 然后这件完全不管 第一时间只想到这些 可是这件事情 彭協那还可以再要 再要那些200多万吗 他已经跟人家签了协议了 他还可以再要吗 他其实还蛮聪明的 可能律师有教他说 你如果还要再打什么诉讼 太久了啦 干脆他就给你啦 反正他给你他也不能要回去啦 就一次折现整付 对啊 因为他当初付这笔钱 的目的可能是要 一开始就是要掩饰犯刑 这个在法律上叫做 不法援赢己付 所以你是为了要掩饰犯刑的 所以这450算也不能要回去 那金额算出来 不如你现在就给我 那不是更好 更快嘛 不过一般来讲的话 你说我们看人 总是今天知道你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我们常常讲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认为可不可以很简单跟大家讲 心理学 我们今天不是要找你来看变相算命 可是心理学总是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样的行为举止 或什么样的表情动作这些 要该有些防范 最简单的是眼神的飘移 不过反过来去想一下 就是有些人是练过的 比如说心理师他可能会练过 他眼神 他知道眼神飘移容易被看出来 所以他反而更加用力的盯着你看 那你会觉得 那明明就也没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么用力的瞪着我 其实这也是个警局 第二个是声音 声音如果说比较高看或飘移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不自然怪怪的时候 通常我心里会盯一下 可是说这个还不如你去听一下他的内容 很多人其实他讲话的时候是口秘附件 他就是好像过度地称赞你 或者是他过度地讨好你 好这个时候也许他不见得是出于坏心 他也许只是想经营人际关系 可是你时间拉长以后 那种真的坏心的人 他讨好你以后他过了一阵子他要干嘛 他可能叫你跟他签不合理的合约 或者是他想要叫你骗你的钱 叫你投资他 所以我才说你碰到一些你心里有点叹一下 直觉有点感觉不对的时候 你不要急着答应 你其实可以把时间拉长一点 然后观察他后面到底对你有什么意图 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是有利无害的 OK 天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那天上会掉下来通常不是礼物 应该是鸟屎吧 一般来讲应该是这样 所以如果有太好康的一些事情 你只要想到一件事 何德何能轮到我呢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 有很多的时候心里多一份的警觉 当然对社会该付出的爱心还是要有 多那么一份警觉 最起码不要自己付出的爱心 结果到最后反而被反噬 那对于一些看起来也是好人的一些人 当然赋予应有的尊重 可是该有一些警惕还是要有 希望大家平安顺利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 观众你有收看 正正的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